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会议还没有开始 法国总统马克龙先生先泼了一盆冷水 他坦言对北约的战略方向失去信心 指北约已经脑死亡 美国总统特朗普对此颇为不满 他直言马克龙是出言不逊 他反讽纵观历史 法国比谁都需要北约的保护 而英国卫报是这么评论这一次峰会的 德国和东欧生法国的气 法国生土耳其的气 特朗普几乎是生所有人的气 东倒住英国 只希望一切快点结束 不过 骂战是无可避免 这种事还是得谈 外界关注 本次北约峰会首次将中国事物 列入峰会的地缘政治讨论环节的正式议题 北约70周年特别峰会 中国崛起为何成为焦点 今晚的凤凰全球连线伦敦现场 凤凰卫视助英国记者曹杰 波恩现场 德国波恩大学政治学教授孤学武 北京现场 中国人民大学欧盟研究中心主任 欧盟让墨内讲习教授王一伟 三地连线 一起来探讨 七十而从心所欲不欲举 北约的未来 先来看《物上如》的文中报道 孔子他老人家说了 七十而从心所欲不于举 可北约好像光涨了岁数 规矩 北大象公约组织1949年成立 旨在对付苏联为首的东欧集团 最初只有十二个成员国 走过七十个春秋 如今成员扩充到二十九个 成员国总的军事开支 占全球国防开支超过七成 七十岁庆生宴 北约领导人三号齐聚英国伦敦 可开戏前 各家民事有备而来的住处理论 注定这场生日将暗潮涌动 法国总统马克龙 日前祭出北约脑死亡论 直接要把庆生宴席 变成股息体检 号召成员国审视 北约内部的沟通合作 明确谁才是真正的敌人 美国总统特朗普 必不出席国内的弹劾听证 也躲过了马德里的气候大会 带着唯我独尊论 加连伦敦 要钱是免不了的 毕竟军费分摊 白摊而不逆 更传出将亲自施压北约盟友 正式5G网络安全的长期挑战 说白了 就禁止接受中国企业的5G技术 再下个紧箍咒 尽管法德此前先后表态 不会在5G网络招标上跟随美国 刻意剥夺任何企业的权利 但十次峰会 首次把评估中国威胁 列入正式议题 四在积极配合美式围堵 北约秘书长斯图尔滕贝格 在记者会上表示 中国的崛起正在改变全球力量平衡 我们在非洲看到他们 在北极看到他们 在网络空间看到他们 中国现在还拥有世界上 第二大国防预算 当然这对北约来说 就会有一些后果 曾经的冷战胜者北约 没飞一枪一弹 就让对手华沙集团解体 如今稳坐掉一台许久 思路却还是延续 有你没我的孤岛求生模式 自己的问题不面对 老想着对别人使败 也难怪马克龙会如此灵魂发问 正事多的谈不完 还怕有人信口开河 特朗普抵达伦敦前夕 即将在12号面对大选的 英国首相约翰逊 在接受伦敦广播公司采访时 紧急表态称 我们与美国政府各个层面 都有非常密切的关系和友谊 但最好任何一方 都不要参与另一方的竞选活动 这话说的够明白了吧 就是怕特朗普随便指点英国政坛 一个机动为约翰逊摇起呐喊 可能使得其反 让政治对手工党抓住话柄 得不偿失 伦敦主场北约竞争会 将迎几队冤家笑谈 北约峰会将重点谈及哪些议题 多其路紧难在 70年后的北约又将何去何从 且看英云笼罩的生日派对 如何难忘经销 好 70年过去了 人事距离改变 唯一不变的就是 国和国之间利益的争夺 我们首先来连线 正在伦敦的曹杰 曹杰你一直在报道 北约峰会这几年 那么今年这次峰会 意义非常重大 因为是北约成立70周年 那么本届峰会聚焦了 一条哪一些外界关注的焦点 社科夫呢 今年的70周年北约峰会呢 其实呢 讨论的问题呢 是非常具有挑战性的 就是过了70年之后 这个冷战时代的产物 究竟该发挥怎样的作用 那其实呢 从今年开始呢 我们就注意到呢 媒体呢 通过不同的采访看到呢 成员国的领袖们呢 都对于这个问题呢 给出不同的回应 但是呢 英国的媒体经济学人呢 早前呢 采访法国总统马克龙的时候呢 给出的答案呢 法方会给出的答案呢 将是对于北约呢 未来呢 倒是一个重道的影响 因为马克龙所说的 脑死亡的这个说法呢 其实呢 在北约内部 包括我们所在的东道主 英国呢 也是遭到了非常大的争议性 那其实呢 多数的成员国呢 现在都在回避这个问题 不愿意承认 北约这个组织呢 已经失去了它的作用 但是呢 问题的确存在 那像我们今天所在的 北约峰会的主办地 格罗夫的当地这个 格罗夫酒店呢 相信呢 在明天呢 真正的领导人 聚会在这里的时候呢 将会面对一系列的 这个棘手的问题 从了从军费分摊问题 一直谈到土耳其的 这个身份地位 究竟该如何处理的问题 以及呢 中国的事务问题 那说到经费问题呢 其实在这几年呢 美国总统 无论是特朗普 还是他的前任呢 都在北约峰会上呢 提到同样的问题 但是特朗普呢 似乎态度的更加的坚决 因为特朗普在今天呢 直到今天呢 他从 他到抵达伦敦之后呢 同与会的各方 以及通过媒体呢 对外就释放出的声音 就是如果这个问题 不能够解决的话 那么美国呢 就会放弃保护 北约的其他成员国 那这个问题呢 这样的说法呢 的确是让 北约其他国家呢 感到非常的不满 那土耳其的问题呢 其实我们知道呢 在北约内部呢 是一直有很大的争议的 那自从土耳其 购买了俄方的 S-400导弹之后呢 北约方面呢 甚至呢 把这个问题呢 迁路到美方 那美国方面呢 早前呢 也是一直在 尝试保持中立 但是呢 现在的分歧呢 看来是越来越大 那马克龙早前呢 给出的这个回应呢 就是说 其实在北约的发展问题上呢 特朗普政府 给出的想法 以及欧洲方面 给出的想法呢 现在看来呢 是达到两个不同的北约 那如果 如果是这样发展下去的话 那北约峰会呢 召开的话呢 显然是会出现 越来越多的争议的 好的 谢谢曹杰先生 是伦敦时间下午的2点42分 立刻去看一下北约现场 现在美国总统特朗普 正在会见 法国总统马克龙 我们看到特朗普正在 和阿克龙几次会谈 特朗普刚刚谈到了一些 各成员国对于 北约军费的这个 贪付的这个概念的 这么一个 他自己的理解 他说 我们在讨论很多的话题 而法国呢 其实是 在很多事情上 是有帮助记忆的 我们看到现在两位总统 正在回答记者的提问 好 我们看了大概一分钟的时间 美国总统特朗普说 法国在很多议题上 是helpful的 是有积极意的 这和这个事先两人这种 隔空骂战的气氛 似乎不是很符合啊 我们再来有请一下的 波恩的顾学武教授 我们看到 在会议召开之前 马克龙和特朗普 已经是先生夺人啊 隔空骂战 您如何来理解 所谓的北约脑死亡论 又如何来看待特朗普 这种非常大的反应呢 这个马克龙 这个前一段时间呢 这个义愤填膺 露气冲发 在那个发表对北约不满意见呢 其实主要是 在过去一段时间里 北约的很多重大的战略决策吧 都没有跟马国 跟法国马克龙商量 土耳其突然进军叙利亚 建立所谓自己的安全地带 事先并没有这个 捅巴黎做非常良好的协商 也没有在北约的内部 做非常良好的通报 也就是说这个单方面行事 第二个让马克龙比较生气的 就是美国突然宣布 当时从叙利亚撤军的时候 根本没有这个通报 这个有效的通报 或者说比较及时的通报 给巴黎或柏林 和其他的重要成员国 这两个非常重大的世界呢 使马克龙明确地感觉到 就是说我们按照北约的第五条 就是有军事互助条约 如果一国遭到另外一个国家 攻击的时候 我们完全有义务去帮助他们 但是一个国家 他在对另外一个国家 发动战争的时候 或一个国家突然对某一个 另外国家谈起重大军事行动的时候 他必须有义务通报 通报给其他的成员国 那美国和托尔奇确实没有这样做 美国和托尔奇不这样做 是也有他的道理 因为现在北约29个军事 这个同盟里面 美国和托尔奇非常重要的军事 两个军事国家 除了法国和英国之外 其他的都可以说 属于第二党的军事国家 所以马克龙明确实在这样 混下去的话 玩下去北约确实就是老死亡了 因为既没有协调 也没有通报 也没有共同的作战方针 也没有就是万一出现了 比如说托尔奇 遭到叙利亚进攻之后 我们有什么义务来 帮助这个托尔奇来反攻 或者美国的这个 这个突然撤出 产生的后果谁来承担 这些都没有协商过 所以马克龙也可以理解 他另外一个 他在法国 在这个非洲的作战 非常艰辛 在塑玛里亚 在尼尔尼亚 都是法国在单独作战 也没有任何这个盟国去帮助他 所以马克龙他这个理解 这个怨气和这个对北约的指责 还是有他一定的道理的 但这都不是最主要的原因 主要的原因就是美国跟法国 在战略问题上 北约未来发展的方向和路线上 产生了分歧 也就是美国他注重全球 把中国和俄罗斯当作自己的敌人 但巴黎 尤其是马克龙的政府 觉得现在主要的威胁 并不是中国和俄罗斯 而是所谓的恐怖主义 好的 谢谢顾教授 就像您说的 今年的北约峰会 是第一次把中国议题 作为一个相当核心的议题来讨论 我们有请在北京的王宇伟教授 我们看到北约律师长斯托腾贝格 对美国一家新闻媒体说 无论如何北约不会进驻南中国海 但是我们不得不面对这样一个事实 中国距离我们越来越近 为什么中国会成为北约讨论的一个问题 因为事实上我们看过去70年 中国和北约并没有什么瓜葛 北约是一个世界上最大的军事组织 它也要寻找敌人 冷战结束以后 它就一直在寻找敌人 因为传统的威胁苏联解体了 那么有一阵子 它确实把非传统安全作为它的敌人 后来呢 俄罗斯入侵了所谓的 所谓的入侵的克里米亚 它又回到了俄罗斯 那么现在呢 法国要欧洲一些国家 想改善跟俄罗斯的关系 那么传统的敌人的消失呢 又再次有遇到的问题 那么谁是下一个敌人 所以呢 现在北约呢 它主要还是美国的一个战略工具吧 就算这么说呢 它钱袋子是美国人 最多的什么70以上的 这个军事开支都是美国人提供的 它的思想也好 也是美国人 它有个战略转型 司令部设在诺福克 尽管它的军事指挥中心 是设在Mons 就是比利时靠近法国的地方 它的嘴巴 它的这个外交活动 主要是在布鲁斯尔的北约总部 所以呢 钱袋子 这个笔杆子脑子 或者说装备 军事装备 主要是采购美国的一些 先进的这个设备 所以它现在美国要禁止 华为参与5G的建设 美国把中国列为 这个主要的战略敌手 那么希望北约呢 也跟着美国一起来 把中国列为这个战略敌手 这样一个反映的 美国主导北约这么一个现实 那么美国呢 现在到处在说 中国以前变成个全球性的力量 在北极 在太空 在网络领域 一些重要的基础设施 通过一带路来投入 这个可能会被军事上使用 或者说破坏北约 一些这个将来的 这个设施的一些安全 这个就是典型的反映出的 这个北约呢 现在这个 能不能够找到新的这个合法性 抓中国做一个救命稻草 能不能维护 北约内部的团结 现在看起来是存疑的 因为像马克龙公开的说 你没脑子了 脑死亡 把中国列为这个敌人的话 你这是找麻烦吗 俄罗斯也不是传统上的敌人 何况 所以呢 我觉得这个北约内部 要协调一致 要把中国列为敌人的话 可能性比较小 但是呢 一些领域 像这个北约民主长 已经公开说了 在太空网络 在北约一些这个设施和一些领域上 可能越来越多的考虑了中国的挑战 甚至是威胁 这个好像是一个趋势性的问题 是的 好 谢谢王教授 我们再来有请在波恩的顾秀普教授 我们看到在北约成人国中 对中国一件最大的可能还是美国 美国副总统彭斯 在今年4月份 就一个北约成立70周年的活动上发言 他说 北约在今后几十年里面对的最大挑战之一 就是应对中国的绝起 但刚才就像王教授所说 北约内部也不是铁板一块 比如说马克龙就直言 北约的敌人不是俄罗斯和中国 您如何来理解北约内部 对于中国这个元素不同的看法 这个从目前这个展现的 北约明天会议的日常来看吧 实际上它只有三个小时的内部讨论 这三个小时的其中只有一小部分 有一个小板块叫地缘政治 在这样一个小分板块里面 这个出现了中国这两个 这一个字 这个实际上呢 它对于中国问题的讨论 从目前的日常表看 还不属于重点 为什么呢 它那个在中国的字下面 写的一些附加的语言 就是说 我们现在感觉到中国在全方位的崛起 我们北约必须有义务 进一步观察 关注这个事态的发展 你一看就知道这是一个妥协的产物 妥协 谁和谁的妥协 北约现在整个板块 29个国家看来可以划为 划为三个大板块 一个是以美国为首的 这个或者美国唯一的一个 确定中国是这个北约的 主要的战 这个这个竞争对手的是美国 第二个板块的是东欧国家 这个东欧国家呢 它跟美国紧紧的团结在一起 这个要维护北约的团结 就不是因为中国 而是因为俄罗斯 这个东欧国家 也就是原来所谓的 华沙条约组织的国家 尤其是波兰和 这个波罗的海沿岸的国家 他们是觉得一定要 这个紧紧的捍卫 这个北大西洋公约组织 尤其是在美国的领导下 继续抗衡这个俄罗斯 对于他们历史姻缘 和现在目前的地缘战略有关 第三个板块 就是所谓的传统的欧洲的国家 尤其是马克龙为首的法国 和以默克尔为首的德国 他们这两个国家呢 这个一个共同点 虽然有很大的区别 一个共同点 就并不认为 现在北约最大的威胁 欧洲的最大的威胁 我们谈欧洲 欧洲的威胁 他们并不认为是来自于 哥罗斯和中国 但是马克龙跟默克尔的 主要分歧在什么地方呢 马克龙就要给予 现在我们要确定 我们的未来政治发展方向 德国就说先不着急 我们现在来建立一个 所谓的专家讨论委员会 研究北约 如何进行进一步改革的 这种可能性 换句话就是说 柏林是观望的态度 还想这个撮合一下 这个华盛顿跟法国 巴黎之间的分歧 但马克龙因为 国内政治的压力 因为他的政治压力 主要在是右翼政党吧 在下次大选的时候 有可能推翻他的总统宝座 他必须要展现出 强硬的这个姿态 对于在国际上 显现出法国的 这个一个传统的 地缘政治的实力 在这个问题上呢 把柏林跟法国 这个有很大的分歧 这三个板块 现在来看 这个对中国议题的讨论 估计不会是重点 但是我们知道 北约的秘书长 Stottenberg 他是一个中间人物 一个相对的 是到目前为止 北约能够还维持到现在 与他左右逢源 在斡旋分不开 这个题目 他设定之后 但是他的这个 下面的具体的 这个描述非常的简化 是的 好 谢谢顾教授 北约29个成员国 各自有各自的想法 要同时出声谈何容易 休息一下 回来再聊 待会见 其实不获 还是其实而获 北约70年啊 均是强调到前所未有 但是政治却是前所未有的脆弱 我们首先联系 班台著伦敦记者曹杰 那么曹杰这一次 我们看到 北约峰会举行的时候 正是英国大选冲刺之时 之前呢 这个约翰逊还警告特朗普 不要对英国选举说成道四 那么这一次 英国人怎么看待特朗普的到来 其实呢 这次呢 已经不是特朗普上任之后 第一次来伦敦了 但是呢 他每次到来的时候呢 似乎都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时刻 那这次呢 北约峰会加上英国大选 即将到来 那的确大家呢 不如而同的都想到 特朗普会不会对英国大选 提出一些他的看法 那果不其然呢 虽然英国首相 约翰逊呢 一直在说呢 希望他不要插嘴 但是呢 特朗普呢 还是说了 他今天还是说呢 他可以接受任何一位英国首相 来和他共事 所以这样的说法呢 其实呢 虽然看起来含糊其词 但是呢 还是会遭到一些英国民众的不满 因为呢 其实大家总体的 英国的基本名义 还是不希望 美国的政要呢 对于英国的地方的失误 对英国的大选呢 指手画脚 那其实呢 对于特朗普 这次来到伦敦呢 其实外界呢 在我们在当地呢 注意到另外一个问题呢 就是英国人呢 对于这次北约峰会的召开呢 其实抱着不同的 甚至有些人呢 是抱着一个幸灾乐祸的态度 因为呢 其实呢 北约是在英国成立的 但是70年过来之后呢 其实现在面临的问题呢 却是非常的尖锐 那一方面呢 就是特朗普 所以代表着美国呢 不断在向这个欧洲盟友施压 那同时呢 欧洲方面呢 也在寻求呢 是要摆脱 这个同美国方面的束缚 那之前我们说到呢 就是法国总统马克龙呢 之前就说到 欧洲的要改革的问题 那其实在英国呢 也有不同人的回应 希望呢 通过这次峰会呢 双方的各方的 能够达置一个新的共识 让北约呢 用不同的模式呢 继续存活下去 好的 谢谢曹杰 再来有请王一伟教授 我们知道 中国和北约 虽然在20年前有过不愉快的记忆 但总体来说 还是相应无事的 那么现在北约可能会呼吁 美国的对华战略 中国应该如何应对 我们知道这个 美国想要北约做的事情 它不一定做得到 但是美国不想让北约做的事情 北约它一定做不到 那么 全面把中国作为敌人 对手 它很难做到 但是呢 中国现在正在通过一带一路的建设 大规模的投资 像欧洲 甚至是欧洲周边的 以及国家的基础设施 那么北约有可能在这个问题上 进行捣乱 比如说明年要把北马其顿 列为这个第三十个北约成人国 而北马其顿呢 当然知道是联系 凶塞铁路 到希腊的北利埃夫斯港的 一个必经之地 美国已经在那里 部署了大量的这个军事和安全的人员 如果加入北约的话 一定会破坏这个 中欧陆海快线和一带路的一些建设 在此情况下呢 中国应该要积极的去跟北约的进行接触 避免的北约真的沦为美国的一个战略工具 因为欧洲很多国家还是支持多边主义的 那么北约呢 从这个军事组织变成一个政治和安全的组织的话 我们要加强这个全球的安全的这个对话 包括上海合作组织 越来越多的是跟北约已经是地缘这个接触了 所以我觉得主张呢 是通过多边的方式来维护着共同的安全 避免美国呢 这个单边的来使用北约 好的 谢谢在北京的王一伟教授 在波恩的孤雪武教授 和在伦敦的曹杰 也感谢您收看今晚的凤凰群圈连线 我是李科夫 再会儿 那我要尽压根度过自己 自从遇见你 心脏有时会暂停 有时候我以为我忘了呼吸 有年夸张请别太在意 会爱我太深才如此任性 我真的很幸福 希望咱们 这该电视频 我记得你 你 要注意 有期待